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做VCHAN 拍攝的日期是2024年4月22日 播出的日期是4月23日 上一集和大家追蹤了馮盈影的近況 大家未看的話 也可以看上一集 我看到TVB的馮盈影現在變得正氣 開始宣揚正能量 都是好事 今集我會和大家追蹤說另一個黃人 何韻詩的近況 他竟然出街 沒有人認得他 沒有人理他 令我覺得很感嘆 我也會和大家穿插對比一下 現在和2019年的情況 上一集沒有和大家講到國際時局 今集會平衡一下 主力說美國又出現美麗的風景 今次不是國會山莊 而是大學校園 如果說2021年國會山莊動亂 對應19年黑暴非法佔領立法會 現在在美國發生的 也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反以色列事件 可以用來和19年理大事件做比較 看看西人如何有一次上重標準 今集會和大家講一下美國這條美麗的風景 美國手無寸鐵的學生如何反政府 結果被紐約警察清場抓他們 美國越是助長以色列 以色列越是猖狂 我會和大家講一下他猖狂到什麼地步 就說要追究不支持他12個國家 究竟是否真的做得到 而美國為了轉移大家對以色列搞出來的亂子視線 他竟然和菲律賓開展不同的軍事合作 我也會和大家剖析一下 最後和大家預告一下 我見很多人都討論到愛國是否應該愛黨 可能近日都掀起了話題 大家也可以留言講一下你的看法 想的話 下一集我都可以和大家討論一下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昨天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中間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聽你的看法 亦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大家多人知道會不會探索派是不相信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對我的影片 到惡意攻擊 意圖令到影片下架 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的影片 追看陳明欣 知青原因由開心 訂閱Jofie Chan和印論證 細密鏡 先由香港講起 韓詩自從有案在身都變得小心 由支持非法佔中 到19年鼓吹黑暴 在《國安法》生效後 還叫人支持黎智英 說《獨國日報》就算是印一塊白紙 他也會買爆他 也會支持他 還幫《壹傳媒》托高股價 帶動股價上升 當時創下掛牌20年來最高的紀錄 當時何韻詩更開心到很喜歡香港人 大家都聽他亂說 傻傻去買爆《壹傳媒》的股價 其實這樣升法是方便大鱷出貨的 大家如果熟悉股票都會理解 去到黎智英被拘捕 何韻詩接連發帖文說 黎智英被拘捕是荒謬到難以評論 我覺得現在不同的重犯證人都上庭了 估不論他們的公辭是否完全正確 但一個共識就是黎智英的確就是黑暴的幕後推手 我也想在這個時節邀請何韻詩出來評論一下 也不是那麼難評論 何韻詩在整個黑暴的過程中都站得非常淺 甚至擔當很多重要的角色 即是後來見世識不對 分別因為立場新聞作為前董事 和612黑暴基金作為信唐人的身份 先後兩次被國安處拘捕 之後漸漸少了講政治 開始割席 還說想金盤洗手做歌手 他也有一齣新歌 還在商台的加持下被他上節目宣傳一下 我覺得這才是荒謬 當內地封殺何韻詩 商台打開門給何韻詩 你說我們香港挺有趣的 想當年由何韻詩支持非法佔中 何韻詩口出狂言 這是當時鐵文的截圖 他說無據內地無事 還說把演唱會改名為東加不打打西加演唱會 還建議另一個名字就是 餓他不死 吹冰冰 演唱會 又或者他說 他有寶島 封殺李立美 演唱會 非常囂張 當然是餓他不死 因為何韻詩有西人照著他 怎麼同呢 死的都是其他小黃人 一般的黃色經濟圈早已倒閉 更加欠債還不到錢 當初何韻詩支持黑暴 即612黑暴基金 立場新聞等等 何韻詩可以說是無黑暴惡不作 現在他說想做歌手就做歌手 我們都對他非常仁慈 究竟何韻詩的近況是怎樣 我翻查他的社交平台 看到他繼續在消費他的恩師梅艷芳 三兩個貼文不買就提到梅艷芳 還有跟黃耀明由賣黃變成賣彩虹 大家可以看看 近日看何韻詩的社交平台更新很感慨 何韻詩現在可以四處去 那些被他水上街去沖的那些 現在哪裡都沒得去 在監獄內 何韻詩可以安在家中 作歌 吃早餐 那些小黃人就要安在獄中 何韻詩不止可以夜訪各區 還可以日光日白 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這樣坐公交 我們正常人都認真是仁慈 我看到他上載了這張照片 還可以大無私樣坐巴士 不怕被人當街問候 我令我想起我們詩姐在19年的情境 大家記不記得詩姐梁愛詩在19年的時候 被一群黑暴分子圍著欲罵 這件事令我每次說起想起都覺得很憤怒 事發在19年6月 當時立法會正準備審議逃犯修訂條例 前律政司司長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 就在金鐘太古廣場 有大約十多名黑暴分子在商場中沿路追著梁愛詩詩姐來罵 說完的話都非常難聽 他們也拿著手機來拍攝詩姐 當時陪伴詩姐在詩姐旁邊有一名男士 都向黑暴分子勸他們說是老人家 是不是要這樣對老人家呢 黑暴分子看到老人家也不肯放過 直到有保安人員來到 最後妨礙黑暴分子跟著詩姐 事件才告一段 我自己覺得慶幸的是沒有發生暴力的事件 有關的影片我都會放在會員頻道給大家看 讓大家可以看一群黑暴分子多麼缺德 有一次聽到詩姐親身分享這段經歷 我都覺得很生氣 這群黑暴分子真的不是人 支持他們的更加不是人 當年大家正常人出街都要提心吊膽 吃吃飯 餐廳都要落閘 因為派了那群黑暴分子 遊客也派了那群黑暴分子不敢來 我們當時發生1111離白事件 1113裸白事件 現在再看看何韻詩 多麼快活可以四圍去 沒有人追著他拍 沒有人追著他來鬧 還可以讓他唱歌上電台宣傳 如果一些黃人現在還不珍惜 還要搞搞陣的話 有更大的後果到時就不要怪人 和大家比對完詩姐梁愛詩19年 和現在何韻詩的情景 接下來比較一下校園示威 西人怎樣處理 最近G7外長 包括準備來到中國和王毅外長會面的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就說我們香港23條立法會進一步 侵蝕港人的人權和自由 真是認真荒謬 因為正正在他們出所謂的聲明 抹黑我們的時候 美國警察衝入哥倫比亞大學 初步打壓支持巴勒斯坦和平示威 除了清除在大學所有帳篷 也都拘捕了接近200名學生和教職員 對他們的人權可以說是不屑一鼓 以色列不顧巴勒斯坦民眾的生命 海洛空三方強攻加沙 令過百萬人在煉獄飽受戰鬥 美國大學生也因為這樣 所以出現了很大的撕裂 包括哈佛大學 耶路大學 不同的美國大學 最高的學府 都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 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 因為哥倫比亞大學 數內都有非常悠久的學運傳統 大家聽下去就會知道 過往都是強烈的參與過一些反越戰的示威 那些歷史稍後會和大家回顧一下 一批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和教職員 在上星期三 也就是4月17日 在校園內進行了和平示威 在草坪搭起帳篷 準備長期留守 但也不要說長期留守 最後留守到一天 就被清場 當時有過百名的示威者 在校內搭建大約50個帳篷 有教職員和學生還要求學校拒絕 和以色列有關的企業合作 去收取這些企業的捐款 當然不會聽 在錢面前 哥倫比亞大學和不少美國傳統的名牌大學一樣 在耳巴問題上都不得不向錢低頭 處處都要看親以色列商界的面色 也緊隨著主流政治路線 自然會傾側向以色列改變 在這樣的情況下 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沙菲克 不讓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繼續下去 所以他隨即去到華盛頓 學校如何應對他聲稱反猶太主義的行為 向眾議院作證 其後 紐約執法當局也被校方邀請 進去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清場 在4月18日 他們搭建帳篷和平示威之後 很快 不用兩天的時間 4月18日 由校方主動邀請警察到校園逮捕學生 甚至說明將有份參與的學生停學或處分 校長沙菲克擺明居馬用比較強硬的手腕 去對付示威的學生 即時要求幾名學生臨時停學 也警告其他示威者 必須撤離佔領區 只給了105分鐘 不夠兩小時的時間 馬上撤離 示威了一天多大把 校長出手 警方清場 由於得到校長的支持和同意 大批市警是穿著防暴裝備 魚郎似虎地衝入校園 但他們面對的都是一些不會動的帳篷 而且真的手無傳鐵 沒有武器的學生 他們全副武裝 用到防暴裝備 進去歌大佔領區 拆除他們的帳篷 驅趕和拘捕一班示威學生 他們亦出動化學噴劑 當時學生只是手牽手 圍繩人鏈 並沒有用到暴力去反抗 被扣著手帶走 帶到巴士上 看照片都可以看到非常手秩序 大家可以看看 比較激烈的已經是這個畫面 有學生被抬走 就是這樣 多少個紐約警察招呼一個女學生 大家可以看看 實力之懸殊 而美國政府找媒體配合 明明主題是反戰 明明是和平的 但歌大校長沙菲克去眾議院 剛才也特別跟大家提到 他說明是應對反猶太主義作證 出手反猶太主義 而不是反戰示威 美國總統拜登也出口說歌大示威是反猶太主義 立即向這些示威扣帽子 美國喉舌都說歌大教職員和學生是反猶太主義 這是大紀元 還有RTI Radio Taiwan 都是想將反戰示威營造成種族歧視 反猶太人 合理化他們介入和打壓 警方強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打壓示威 事實上不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 在60年代 也就是學生反越戰最激烈的年代 在1968年春天 哥倫比亞大學就爆發了非常激烈的抗議 其他美國大學都充斥著反戰示威 建築物被佔領 警方也有介入 因為很多學校因此而需要停學 過千個警察在1968年4月闖入校園 以武力鎮壓佔領行動 拘捕了700多人 超過100人受傷 但比肯特大學4名示威學生被國民警衛兵擊斃 警方的出手已經不是最辣 不過今次對比哥倫 既沒有暴力衝突 亦沒有過激的示威 即是鎖下營 坐在那裡 大紀元多想合理化哥倫清場也好 只能用到這張禁和平的照片 就是學生坐在那裡 跟60年代反越戰都差很遠 而跟我們19年理大更加沒有得比 警方迅速清場 警察打壓和平示威 可以說做得非常快 短短兩天的時間 聲稱為了恢復社會秩序 絕對沒有提過人權自由 想起19年發生的理大事件 相當感慨 當時香港校園成為三不管地帶 情況比哥倫比亞大學的責任多多聲 當時李大校長如果報警 要求警方幫忙恢復校園秩序 相信他會成為黑暴要頭號打的對象 立即成為黑暴批鬥的目標 處境相當兇險 所以也不要提理大校長到立法機構 譴責這些學生 邀請警方入校園清場 結果校園自由被濫用 李大陷入了很恐怖的無政府狀態 跟香港幾間大學相比 不僅是李大 還有中大 哥倫比亞大學的情況已經是非常小疑科 當時李大校園成為了放滿汽油彈 化學液體 以及攻擊性武器的軍火庫 這張圖是警方和消防等部門 他們連同社工和臨床心理學家等組成的安全小組 事後進入李大清理大樓內的危險品的照片 可以看到隨地都是武器 當時李大一群黑暴分子的無用派和警方的武力衝突沒有停 而中大的情況都是相差無幾 在那個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外國政府和外國媒體 全部都是對這些暴力示威隻字不提 在那個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西方國家和西媒好像慢了 對一群所謂的學生 但實際是一群暴徒的惡幸 事而不見 反而說警方彈壓示威者表達意見的自由 目奪大學的學術自主 大家可以看看當時的報導 這是西媒路透社的報導 他說美國譴責特區政府不合理使用武力 大家說荒謬的程度真的到了極點 現在很想問問布林肯一個問題 如果他說23條立法限制了香港人的公民自由 他又如何解釋紐約警方進去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 用武力打壓學生的和平示威自由 是真的和平示威 大家都看到照片 布林肯是否應該先譴責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和紐約警方 如果他答不到的話 就麻煩他對香港的事務收聲好了 現在很明顯美國只會對一件事收聲 就是對以色列的暴行收聲 美國這樣包庇以色列只會助長繼續違和 美國在4月18日聯合國安利會 否決巴勒斯坦申請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決議案 意味著阻止了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 對於美國一票否決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說會重新考慮和美國的關係 而以色列我看到已經贏盡了 但是也要有風使盡 以色列在4月21日說要傳召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得到聯合國完全地位的國家使節 這樣也不放過 明明也被美國一票否決了 但是也要追究投支持巴勒斯坦成國的國家 還說要表達抗議 真是惡到感 自2012年來 巴勒斯坦一直都是聯合國觀察員的身份 要成為聯合國成員國 按流程需要在安利會表決的時候 至少獲得9個理事國支持 還要得到美國、俄羅斯、中國、法國、英國5個常任理事國 沒有投下否決票才能夠通過 接下來決議案才會送到聯合國大會表決 再得到三分之二的會員國支持 但還未到這一步 聯合國安理會15個成員國在4月18日表決中 除了作為常任理事國之一的美國投下反對票之外 英國和瑞士投下棄權 其餘12個國家是投下贊成票 有來自外交官的消息說 美國在投票前 原來也有試圖說服其他安利會成員投下棄權 減輕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孤立情況 我在這一集和大家分析了 只有美國一個投下否決票也挺難看的 只能夠游說到英國和瑞士投下棄權票 但也只是棄權票 但也只是棄權票 也不肯和美國投同一個否決票 對於美國投下否決票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譴責美國 美國這樣做是不公平 不道德 無理的行為 也暴露了美國在耳巴問題上的立場 巴勒斯坦政府也批評美國一方面聲稱支持兩國方案 但另一方面用到否決權阻止落實兩國方案 真是非常虛偽的面紅 說一套做一套 巴方自治政府的主席阿巴斯在4月20日都說 雖然全世界都同意以國際法去支持巴勒斯坦的權利 但美國繼續支持佔領 拒絕迫使以色列停止種族滅絕 更加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資金 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外交部發言人馬莫斯坦 在4月21日在社交平台X發貼文 說他們會召見在安利會上表決支持提高巴勒斯坦地位的國家大使 亦向他們提出強烈抗議 他的理據說 在去年10月7日這六個多月多條人命喪生 而這些國家支持巴勒斯坦做出政治表態 而且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呼籲對恐怖主義的獎勵 這樣扣帽子 他說會召見法國 日本 韓國 馬爾他 斯洛維尼亞 和阿瓜多大使進行外交會面 譴責他們 不過以色列時報也指出 以色列外交部的聲明沒有具體說明 為什麼他沒有提及所有12個投下贊成票的國家 只是提及到日本 法國 韓國等等 可能因為很傾氣 選擇性去嚇嚇他們 證明也只是做樣子 拋支持巴勒斯坦成國的國家 但這個行徑足以證明以色列多麼霸道 就算已經贏盡也好 也要贏了尾賽 可能見到以色列的公關也沒得救 情況也不會好 那邊戰線沒得救 就來搞我們中國 美國和菲律賓今天起 開始代號堅並堅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練 將會持續三個星期 直到5月10日才結束 菲律賓和美國會派出合共16700名士兵 法國和澳洲也會首次參與 就是1991年以來 演習最大規模的一次 演習內容包括在鄰近中國台灣 菲律賓最北部的巴丹群島 雖然菲律賓早前說 演習不針對任何國家 但很明顯地從地理位置上 又是劍指中國 這次是美國和菲律賓近40年來 第一次在菲律賓領海外 面向台灣和南中國海的國際水域舉行聯合軍演 在南中國海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的情況下 美菲軍隊準備軍演 很明顯地想進行挑釁 菲律賓陸軍上教 在聯合軍演開始之前 就說武裝部隊的存在目的就是為戰爭做準備 真的這麼想打仗 這次美菲聯合軍演叫做兼兵兼 但據我說 美國和菲律賓兩國真的是癲鬥癲 不是兼兵兼 這麼想打仗 專門搞事 但其實只有菲律賓會跟美國這樣瘋 我們中國內地的傳媒也有引述菲律賓亞洲世紀戰略研究所的副所長 就說菲律賓被視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推動戰略利益的代理人 這個所謂的兼兵兼的軍演是無助於地區和平 只會加劇緊張局勢 製造不穩定的因素 菲律賓政府應該聘氣軍事化的策略 重新回到外交談判的軌道上 連菲律賓自己人也是這樣評價 美國就說有原因搞這些所謂的聯合軍演 因為他們的國務卿布林肯今個月的24日至26日就會訪華 這次是布林肯不夠一年來第二次來到我們中國 而布林肯跟我們外長王毅的會談 除了會討論到兩國雙邊關係 亦會談及地區性的議題 包括剛才也有提到的中東局勢 以及台灣以至南海等等的議題 所以見到布林肯想事前爭取籌碼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菲律賓以為自己在倒桌上倒桌 但菲律賓只是在倒桌上被美國倒桌的籌碼 真是米同美國癲 今集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這張影片廣傳開一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和媒體收集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 入代影片到惡意攻擊 意圖令到影片下架 所以大家看完影片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如果未訂閱我 陳榮引Jov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感謝你的收看 看完之後記得要讚好 以及留言告訴你的看法 記得也要廣傳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